讓我們在祂的殿中來敬拜祂 我們一起來祷告 親愛的上帝 我們非常感謝祢 若不是祢的愛 容忍我們到祢的殿中來敬拜祢 我們每一個人都不堪到祢的面前 因為我們是從罪中所生的 我們的生命常常都帶著罪 自從我們的使徒亞當笑、犯罪之後 我們知道因為上帝的靈魘、上帝的愛 用那無限的愛拆遣耶穌基督 到我們這世界來 來到這個罪惡的世界當中 祂為我們的罪來擔當所有的一切 我們知道今天是中書節 主耶穌,祢要進入耶路山 來領受這所有的一切 羞辱、痛苦以及使所有的擔當 我們所有人類的一切的罪 我們感謝祢 因為我們不知道 我們在祢的救恩之中所救出來的 讓我們能夠和好在上帝便前 威順成為祂的子民 我們知道,我們接受祢這樣的愛 上帝所給我們的 我們都沒有辦法能夠用思想所思考 因為這是上帝祢奇妙的恩典 都不是祢的愛 我們每個人都將死亡、都將滅絕 我們要全然地來回向祢 我們要來敬拜祢 我們要來葬祢 因為祢使我們在主裡面得到鋼獎 祢使我們能在主耶穌裡面 能夠得到復活 得到生命 也得到力量 我們知道,我們今天能夠在祢的面前來敬拜祢 都是因為祢的恩典 若不是藉著主耶穌、基督 那十字架復活的能力 我們起格在祢的面前來向祢跪拜 我們知道,我們的心要全然地在祢面前 我們要成為祢合用的器人 求神祢敬過我們每一個人的心思意念 讓我們每一個人能夠在祢的面前 得以將榮耀彙於祢,親愛的上帝 我們知道,在世界每一個地方 還有很多地方 他們的所有的信仰 他們會接受到一些危險 像比如埃及、巴基斯坦、印尼等 這些回教國家的基督徒 他們的生命常常面臨很多的危險 很多的逼迫以及苦難 導致他們的生命滅亡 恳求主,祢垂聽我們的禱告 保守禁錮這些受苦逼迫的弟兄姐妹 拯救祢的百姓 讓他們脫離一切的災難 堅定他們的信心 並且從祢賜給他們的智慧來得到力量 堂青,我們要將我們現在的 台灣的處境交脫在祢的神 神的所中,我們知道 有一些社會問題、禁忌問題 還有充滿一些不安的狀況 我們知道,我們要回歸到祢 從主的面前,在主的裡面來尋求答案 因為在愛你裡面 我們就能夠將這一切的不易 還有所有種種的這些問題 都能夠解決 因為愛你沒有其他 愛能夠使這些事 都能夠顯然得到很好的處理 我們知道,我們要進入主耶穌基督的裡面 因為只有進入主耶穌基督的裡面 我們才能夠小益、上帝的真意 我們要來得到你上面的話語 通過今天加牧師所要傳講的信息 讓我們能夠能理受到上帝 讓上面來的力量 讓上面來的信念 讓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得到 身心得到好處 感謝神 我們將今天所有的一切的敬拜 都前朗的規託在你的手中 願你夜朗 願你一切的榮耀 都歸於三位的真善 我們這樣祷告祈求 都是奉靠主耶穌基督的臉求 好安靜 現在我們要來看一些聖經的公事 就是神的話語 就是有三段的聖經 第一段是朱埃及聖經 十七章第三節到二十六節 還有那個第三節到第七節 還有耶和福音 第一章到二十六節 五節到二十六節 還有三十九節到四十二節 我來讀會眾來供受神的話語 主要幾句十七章 百姓在那裡甚可要喝水 就像摩西話語也說 你為什麼將我們從埃及營出來 使我們和我們的恩禮必多餓死呢 摩西就呼求耶穌說 我向這百姓怎樣行呢 他們幾乎要拿死我拿死我 耶穌對摩西說 你說你拿著你先前擊打河水的站 帶你以色列的幾個長老 從百姓面前走過去 我必在河內的磐石那裡 站在你面前 你要擊打磐石 從磐石裡必有水流出來 使百姓可以喝 所以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長老 也前這樣行了 他給那地方請人叫阿薩 就是試探的意思 又叫米尼巴 就是爭鬧的意思 因為以色列人爭鬧 又迎他們試探約法 所以約法是我們 在我們中間無視 再來是新約 遺憾福音第四章第五節 於是到了撒馬里亞的一座城 林教西家 靠近耶克給他兒子耶穌的那個地 在那裡有一個請耶穌因走路 空房 就坐在井壇 那時也有證明 有一個撒馬里亞的婦人來打水 耶穌對她說 請你給我水喝 那時門徒進城買食物器 撒馬里亞的婦人對她說 你既是猶太人 怎麼向我一個 撒馬里亞婦人要水喝呢 原是 猶太人和撒馬里亞人 沒有來往 耶穌回答說 你都知道神的恩事 而對你說 給我水喝的是水 你必找求她 她也必找給了你活水 婦人說 先生 沒有打水的七頸 緊又生 你從哪裡得活水呢 我們的祖宗也可 將這錦留給我們 祂自己和兒子 並生主也多喝這錦你的水 難道你比他還大嗎 耶穌回答說 管喝這水的還要再渴 人若喝我所釋的水 就永遠不渴 我所釋的水 要在他裡頭成為群人 只用到本身 不能說 先生請把這水賜給我 叫我不可 也不用來這裡 這麼遠打水 耶穌說 你去叫你 你帳屋也到這裡來 不能說 我沒有帳屋 耶穌說 你說沒有帳屋是不錯的 你已經有五個帳屋 你現在有的並不是你的帳屋 你這話是真的 不能說 我看出你是先知 我們的祖宗在這身上拜 你們到時候應當擺的地方 是在耶路撒門 耶穌說 夫人 你剛信我 時後到了 時後將到 你們拜父 也不在這身上 也不在耶路撒門 你們所拜的 你們不知道 我們所拜的 我們知道 因為救恩是從優太人出來的 時後到了 如今就是 那真正拜神的 拜父的 要用心靈和誠實拜祂 因為 不要這樣的人拜祂 神是靈 所以拜祂的 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祂 或人說 我知道 彌赛亞就是 那稱為基督的要來 他來的 必將一切的事告訴我們 也就是說 這和你說話的就是祂 他 在39-42 那整理有好些 撒門里亞人信了耶穌 因為那夫人做見證說 他將我出來所行的一切事情 都給我說出來了 於是撒門里亞人來見耶穌 求祂在他們那裡住下 祂便在那裡住了兩天 因耶穌的話信的人就更多 或者說 現在我們信 不是因為祢的話 是我們親自聽見的 知道這真是救贖子 以上 耶穌神的話語 能夠進入到我們每個信中 今天所要傳講神的話語的信息是 傳講耶穌 傳講耶穌 很多人看到了 ... 事項